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 无创通气治疗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那么无创通气呢 在这里面主要是指 持续气导镇压通气 那么它实际上是指一大类 压力治疗装置的一种 最重要的一种形式 那么持续气导镇压通气呢 它可以产生一个恒定的 正压 当患者呢 自主呼吸的时候 来维持上气导的通畅 来辅助病人的通畅的气导 那么我们看到有很多种类型的 不同厂家的无创呼吸机 那么它的功能呢 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那么持续气导镇压通气呢 它的作用的原理 实际上是非常简单 它就是在病人自主通气的时间呢 来防止上气导 尖锻性的塌陷和阻塞 起到一个气体支架的作用 那么我们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 就好比我们的自来水管 一个塑料的自来水管 那么你用脚踩上去呢 它可以把这个水流呢 给它阻断 那么当我们提高水流的量 提高压力的时候呢 它仍然水流可以流得过去 也就是说呢 这种镇压可以来对抗外界的阻塞 那么除此以外呢 对于合并有慢阻肺的患者呢 可以来对抗内源性的呼吸墨镇压 那么来降低呼吸机的负荷等等一些功能 那么可以呢 对于重叠综合症的患者呢 更好地降低二化碳 对合并有心衰的患者呢 它还具有呢来改善诱使收缩功能的这样一些疗效 那么除了固定压力的持续气道镇压通气以外呢 我们现在还有更高级别的 那么叫Auto CPAP 也就是说呢 它具有自我压力低定功能的持续气道镇压通气 那么它通过一些算法来获得上气道等组的程度 那么来选择 自动来选择最佳的压力 来恢复正常的呼吸 那么它最初呢 是为了提高病人的舒适度 来用一个比较低的压力 最小的压力解决更好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要同时要知道 那么它最佳的状态呢 是那种阻塞不稳定的患者 比如说有的人说 我咬味的时候打呼噜明显 只要一侧侧身睡觉呢 我就不再打呼噜了 那么这样的病人呢 可以非常的适合 那么自动压力低定的 持续需要增压通气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知道 由于这种装置呢 比固定压力的CPAP呢 那么它稍微要复杂一些 它的成本就高 那么我们迄今为止呢 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呢 这种auto CPAP 可以就有更好的疗效 也就是说呢 你不管是auto CPAP 还是普通的固定压力的CPAP 都能够起到很好的疗效 我们要把这一点呢 始终记在心里 另外呢我们还要知道 那么现在任何的一种指南呢 都不推荐这种 O-SARS合并有严重心肺疾病的 来使用auto CPAP 自动压力低定 也就是说呢 对于这种复杂的病人 一定要去找呼吸科的医生 那么去给你选择 人工压力低定 来给你选择一个合适的压力 选择合适的机器 同时呢 对于比如说 我们有合并心衰的病人呢 也是不能够用于 这种auto CPAP的机器 那么还有很多情况下 我们病人呢 做了睡眠监测 有了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 当你去买一台呼吸器的时候呢 有的人会给你推荐 说这个双水平的机器 它更高级 那么它有更好的舒适性 那么推荐你买双水平的 应用双水平的呼吸器 叫BiPAP来治疗 那么呢 我们要知道 治疗OSARS最基本的选择 就是CPAP 持续气道镇压通气 BiPAP并不是第一位的选择 而且呢 它有一些增加治疗后的 中枢性的呼吸暂停的 风险和机会 所以说呢 这种选择呢 一定是由医生来告诉你 来选择BiPAP 那么对于有一小部分人 特别是体重特别大的 那么他需要的 CPAP的压力比较高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的术实性 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采用 给一点压力支持 也就是说呢 吸气压 比护气压呢 稍微高一些 有一个压叉来支持你 那么但是这个压力呢 一定要用 可以解决你舒适性的最小的压力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有一种专门的模式 叫V-Auto模式呢 来解决这种 由于需要的CPAP压力过高 引起的舒适性的问题 解决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么他给我们一个最高 不超过10个厘米水柱的压力支持 来解决通气 那么我们在选用的时候 选择这个压力的时候呢 医生呢 通常会给你选择一个 最小的 能够解决你舒适性的 一个压力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小结一下 那么水面呼吸暂停 阻塞性的水面呼吸暂停 无创呼吸机的选择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种狭窄的气道 我们用了CPAP以后呢 我们几乎有90%以上的把握 一定能够解决你的呼吸暂停 那么到底呢 非常简单 你也容易去理解 那么CPAP是 OSARS治疗的一个首选 包括合并有心衰的患者 那么如果 由于舒适性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有条件 我们可以去选择 AUTO CPAP 或者是自动压力的 去需要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们一定要想着 合并有严重心肺疾病的 我们不去选择自动的 还是选择手动的机器 那么如果同时 需要的压力比较高 我们可以去采用 VAUTO这样类似的模式 来给予一个小的压力支持 但是呢 这也不是首选的治疗的措施 那么实际上我们很多的病人呢 在我们佩戴呼吸机之前呢 有很多疑虑 那么他就想 我是不是今后的日子 那么永远需要我佩戴这个呼吸机 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呢 都在长期的服用抗击高血压的药物 那么有没有人去想 我是不是由于我需要以后 一直要用高血压的药物 我就不去吃这个高血压的药物呢 我想是不会存在这样的病人的 很少至少说 那么我就像我近视眼 我戴上眼镜 我就可以纠正到正常的视力 我摘了眼镜呢 还和原来一样 那么并不会因为你戴眼镜 产生什么依赖性 那么你也并不会因为 我戴眼镜 矫正我的 矫正我的视力 需要一直佩戴眼镜 我就不去戴 那么这个呢 都是不存在的这种悖论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 很多有别人问 我每天都需要戴吗 我偶尔需要出差 有的病人出差呢 比较多 那么是不是有这样的影响 那么当然呢 这个就像还是戴眼镜这个例子 你戴上眼镜 你就看得清楚 我戴上呼吸机 我就可以消除我的呼吸暂停 那么你自然呢 在没有特殊情况下呢 你自然需要每天去佩戴机器 但是呢 你像偶尔一两天没戴 那也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那么现在呢 呼吸机做的越来越小 越来越便携 比如说Resmed的 它这个Air Mini这种机器呢 做的像比手机厚一点 像大的手机一样大 那么这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那么我们 你出差 即便是出差 频率非常高 也不会影响你 佩戴我们的这个C-PAP 来治疗你的呼吸暂停 那么成瘾性的问题呢 是让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你不会因为戴呼吸机而成瘾 只会呢 戴了机器以后 佩戴舒适了以后 你有更好的睡眠 你会更愿意去长期的佩戴机器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